Hello大家好,我是乔儿,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我的BV包包合集 那我今年呢真的是非常喜欢他家的包 因为我觉得既简约而且呢是属于比较耐看的类型 那自从他家换了设计师之后 就是Daniel Lee真的是出了超多爆款单品 像包包啦鞋子的饰品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看 因为以前呢我对他家的印象是属于比较商务 就有点老气而且呢跟时尚是完全沾不上边的 自从Daniel Lee上任之后呢 我对他家真的是越来越有好感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BV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四个包型 有Jody, Cassette, Arco,还有Pouch 那除了分享包型之外呢 还想跟大家聊一下像我每次买包之前的心理活动 像颜色怎么挑,大小怎么选 我相信在看视频的你每次买包之前肯定也是纠结这两点 那让我们就话不多说赶紧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那就先说Arco这款包吧 那这款包呢我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 它整个设计呢是比较严肃一点的 所以它第一开始出的棕色白色还有黑色我就没有看上 因为我觉得不是那么的时髦而且呢也不是说特别亮眼的那种 那后来呢它出了一些比较不同的材质像亮皮脊皮然后还有不同的颜色 那今年的新色呢就是紫色枫叶红还有这个奶茶色 它官方呢是叫Tapioca那这个颜色呢就饱和度是属于比较低就是比较墨兰迪色系比较油画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它既好搭配而且呢又有气质是属于一年四季都可以搭配的颜色 那我买的这个size呢是33那这款包呢它有三款不同的大小29 33还有48 那33对于我这个身高165的原身子来说呢是比较刚好的 因为太小的包我背上之后呢会显得我整个人比较大直 而且它的小包呢是可以斜跨的我觉得这个包斜跨不是那么的好看 我更喜欢把它当做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腋下包来背 而且它的自重呢是我今天讲的这四款包里面最重的 所以48我觉得它的重量肯定是比较重的 像这个包呢我就是想出门跟朋友见面或者出去玩的时候背 我并不想当做一个通勤包所以我就没有必要去买48的 那这款我觉得背上之后是刚刚好的 而且现在秋天了嘛马上就要穿大衣风衣了 所以稍微大一点的包背上之后是更加有存在感 更适合秋冬的 那它的容量呢就真的是还挺大的 而且它里面是几皮的就质感非常的好 像我的钱包手机像kindle ipad笔记本都可以放进去 也是属于比较实用的一个大小 它里面呢还有一个小兜上面是带一个拉链的 那也是挺顺滑的还不错 那它整个的款式啊颜色我都非常的喜欢 是属于比较耐看的那种类型 就是包中的流湿湿 可能你这样一看呢就觉得它不是什么大美女 但是你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美丽 那这个包呢就是属于这个类型 那下面这款呢就是cassette磁带包 那cassette这个系列呢它是有三款不同的包型 那一款呢是稍微干瘪一点的 就更像磁带的磁带包 那第二款呢就是这个枕头包 那另一款呢是枕头包上面就加了一些链条的元素 那我为什么选了这个包呢 因为我觉得它跟我整个的风格还有气质是更搭的 那首先干瘪一点的磁带包呢 它是更加清冷更加简约一点的 而且它的编织元素是更强的 所以它背上之后呢是更加清冷风格一点的 那我本身的气质呢其实没有那么中性清冷 我是属于比较甜美那一挂的 虽然说我个人认为我是比较清冷一点的 但大家都是说我是甜美那挂的 那好吧那那个包就不太适合我 而且呢它更加便宜一点的 如果你是走the mayor那种风格的比较简一点的 我觉得那个包是更好看一点的 那这个包呢它是属于比较鼓鼓囊囊的 那对于我这种稍微大支一点的女生来说呢 它背上之后其实也是更加协调的 那链条那款呢我觉得比较适合 风格就是稍微酷一点的 因为它有金的链条 也有银色的链条 那我本人呢是不太hold得住的 而且看起来它的重量就是属于比较重一点的 你想这么重的一个链条就背在肩上 我觉得肯定也是不舒服的 所以综合考虑我觉得这款包是最适合我的 那我买的颜色呢是chalk这个颜色 就是更加偏石膏白 就是白色中带一点点灰调 就是比较高级一点的 而且它整个的皮质也是属于特别有光泽感 那它呢是下面有一个扣就把它推一下 这样就可以打开 它里面的容量呢是属于比我想象的 稍微小了那么一点 那我平时vlog的相机是可以放进去的 还有钱包手机车钥匙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要想放什么大件 想放iPad那是不可能了 它里面呢就也是有一个这种小隔层 那这个枕头包呢它的搭配性真的是还挺强的 就比如说我今天穿了一件白衬衣就挺素的 我想加一些五金元素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三角放在前面 就是它就有一个装饰作用 它的肩带是可以调节的 我每次都是调到最短 我特别喜欢这个包在我腰以上的位置 这样的话呢我就看起来比较利落 而且呢也不会压个子 那如果你的个子比较高 你可以调的稍微长一点 就把它当做一个斜块的包包 也是蛮好看的 那除此之外呢 你可以把它的包袋全都塞进去 就当做一个手拿包 也是非常时髦的 这款包它可选择的颜色也是比较多的 像白色黑色都是非常百搭的 那还有绿色我觉得也是蛮好看的 那像什么紫色蓝色啊 我就不是特别推荐 除非你的搭配就真的是需要一个紫色蓝色的包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买一个也是无妨的 但如果你想把它当做一个不用动脑子 就平时出门就拎起来就走的话 我觉得黑色白色是更好的选择 然后呢就是周底这个款式 那这款呢它是一个去年的版型了 今年的新款是底部是这样圆圆的上来 那我个人呢是更喜欢这种方方正正的样子 所以我更喜欢去年的 那去年的包呢其实已经不太好找了 很幸运的是我在Farfetch上面买了它最后的一支 而且呢是我一直都想买的绿色 超级超级的幸运有没有 我买完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了 现在呢就只能通过一些代购去别的国家看一看 还有没有存货 那网上呢就真的是很少见了 那这个包它的颜色呢是赛车绿 Racing Green 那今年出的两个绿色呢 一个是鹦鹉绿还有一个是墨绿色 那鹦鹉绿呢也是一个就比较时髦的绿色 那对于我来说它的颜色就太鲜艳 太偏暖了就属于太炸糊了 我可能不太hold得住 那这个包呢是属于就稍微偏冷一点 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绿色 是属于你一拎上比较有时髦度 但是呢又不会觉得太过于夸张 那墨绿色呢我觉得太乖了 就是太沉稳了 我也不是特别的喜欢 所以这个绿呢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绿色 那它外面的皮质呢 是这种牛皮特别有光泽感 那里面呢是小羊皮 它的容量呢也是我非常惊喜的 它比我想象的要大一些 就是手机钱包 然后车钥匙 然后就是口红补妆的产品 都是可以放进去的 是属于还挺能装的一个小包 就小胯包 唯一的一个缺点吧 就是它的拉链 就真的是你单手 是完全没有办法把它拉上的 就很困难 必须要双手才能把它拉上 所以我平时呢就会把它放在中间 这样的话呢 我平时掏东西是OK的 然后就这么翻过来 它也不至于掉出来 所以就放在中间吧 mini Jody的类型呢 是属于很时髦的一个小胯包 就是属于你一背上 就马上时髦度就上去了 无论你穿的是基础款 还是那种就是比较时髦的搭配 你拎这个包真的是能为你的搭配加分的那种 而且呢你第一眼看到它 就会觉得它哇好美貌吧 就是属于包中的迪丽若巴那个感觉 它是属于第一眼美女 你一看它就觉得它很好看 那今天要说的最后一支包呢 就是这个小云朵mini pouch 那当年云朵包真的是非常的火 你看各种时装修上面 就很多时髦都会拿大号的云朵包 然后接拍啊什么的 我当时其实也有被种草 所以我就很跟风的去店里试了一下 然后可能我当年就去试的时候 穿的不够时髦啊还是怎么着 我就觉得这个包我拿上之后就很像 春节的时候返乡 就拿了那种大包袱 你知道吧就一点都没有美感 然后后来呢我就觉得 如果我不买的话 可能就落伍了就不够时髦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小的 因为小的稍微便宜一点 而且呢它也是可以当做一个手拿包的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墨蓝色 当年也是店里的最后一个 因为它真的是太火了 就完全是买不到的那种 所以我就很冲动的把它买了 所以算是一个冲动消费 然后我回到家之后吧 我就怎么看怎么觉得我不够喜欢它 而且它的大小真的是有点鸡肋 我的手机放进去之后 我是要找角度的 而且吧就很容易就把它这个 上面这个扣给碰开了 就很容易开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包是完全不实用的 而且它也不便宜 所以我觉得哎就真的是冲动了 因为这个包就真的是利用率极低 就很少很少背它 而且它的袋子特别的长 你要自己去做一个活扣才能把它调短 我觉得吧有的时候真的是要相信自己的审美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看 它真的就是不好看 无论是有多少博主都在穿它 都在用它 你觉得不好看 那真的就是不好看 就不要盲目的去跟风 那这个包呢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个冲动消费的后果 就摆在家里 我又不舍得卖 因为它就贬值也挺严重的 就卖也卖不上一个好价 然后你平时呢又不太会用它 就放在那里积灰 那以上呢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希望大家喜欢这种包包和鸡肋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点一个赞或者是留言 大家的支持呢才是我每周更新的动力 那你们的点赞和留言就是跟我互动 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啦 就非常的感谢大家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